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哥财经 在前天我刚刚发布了一期冷门股视频 介绍了四只高风险高回报的股票 其中我最看好的SQNS短短两天已经上涨了30% 所以还没看的朋友们抓紧回看 我会把链接放在介绍栏中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聊三只大家非常关心的股票 同时也都是我非常看好的低风险股票 非常适合刚刚开始炒股的朋友们来长期持有 在介绍今天的股票之前想说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做一个节目预告 这个周末我将做一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下 12月份我最看好的两个IPO 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Airbnb 第二个则是关心的人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我非常看好的 甚至我觉得是2020年全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个IPO 这家公司叫做Roblox 简单来说它是游戏行业的Facebook脸书 而且我相信在未来它会成为下一代年轻人的主流社交媒体 详情我会在周末的视频中介绍 同时我也会聊一下该如何参与到这两个IPO之中 所以朋友们一定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提示的小铃铛打开 这样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下期的视频了 第二件事是关于Palantir 很多朋友都关心这只股票 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也曾经介绍过 我对这家公司基本面的看法 今天就不多说了 我会把那期视频的连接放在介绍栏中 最近几天Palantir开始暴跌 从29美元一路下跌到22美元 在之前我就提醒过朋友们 千万不要追高等到25美元以下再考虑 但是目前来看还是观望为妙 因为前两天明显是放量的下跌 而今天的反弹量也没有很大 并不是一个强有力买入的信号 所以我目前还在持续观察中 之前Palantir股价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看到有很多的YouTuber 或许是为了蹭热度 号召大家追高叫大家买买买 当时我看到这些视频就非常的气愤 这些人为了流量 可以说是完全不讲武德 推荐股票对错其实都很正常 但对于Palantir这样几百亿市值的公司 它不是散户们吵一下就能捧上天的 这么大的公司短时间涨那么多 风险已经非常高了 那作为YouTuber都应该提醒大家要注意风险 而不是一味的怂恿大家在高点买入 我多次强调过炒股是一个持久战 它不是一夜暴富的赌博 千万不要担心错过一只暴涨股 而在高点买入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往往追高十次可能九次都是赔钱的 为了那一次甚至两次成功的概率 真的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股市中还有很多好机会完全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 所以对于Palantir我还是建议大家持续关注 不用着急买入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介绍的这三只股票都是我认为基本面非常的优秀 短期只是因为杂音导致他们的估值非常便宜 长期非常值得持有的股票 第一个是Teladoc代码TDOC 大家非常的熟悉 它是一家远程医疗公司 并且最近刚刚与远程慢性病护理平台Livongo进行了合并 Teladoc这家公司在新冠期间因为人们无法去医院看病了 开始大量的使用Teladoc远程医疗的服务 所以股价也跟着暴涨 但是最近因为疫苗的消息出现 股价陷入了低迷 这也很合理因为投资者们认为在疫情结束以后 大众又可以正常的去医院看病 不再需要Teladoc的远程医疗服务了 但是我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认为远程医疗和电商一样 新冠的来临不只是让他们谈话一线 而是会在新冠以后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改变 在海外生活的朋友们都知道看病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去医院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如果要去看家庭医生 他也会把你发到各种各样的专科医医生做各种检查 很多人还没等到检查病都好了 所以对于医疗资源非常紧张的地区来说 Teladoc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毕竟大部分人去看病都只是一些头疼脑弱的小病 医生通过远程诊断就可以帮你开药 帮你解决掉你的问题了 所以在未来Teladoc早晚都会成为主流的就医方法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Teladoc它的客户主要面向医疗保险公司 各类雇主和政府机构 因为这些企业和机构会与Teladoc签署协议 为他们的员工提供远程诊断 而这些公司或者机构也意识到远程医疗 可以帮助他们降低医疗成本 同时为他们的员工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服务 所以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所以长期来讲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机构开始使用Teladoc的服务 更多的医疗保险公司 开始把Teladoc纳入到他们保险覆盖的范围内 而且Teladoc公司的CEO也曾经表示 他们的客户保留率都在90%以上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而且在败选当选以后 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 也会是对于公司长期重要的利好 Teladoc这家公司其实在新冠以前就已经在飞速增长了 每年营收的增长都在百分之几十的水平 新冠只是加快了这个步伐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们开始习惯这种远程医疗的模式 我们知道人们想要改变习惯是非常难的 即便你的服务再好再方便 新冠前人们也懒得去尝试这种新的服务 但新冠迫使人们开始尝试了Teladoc的服务 所以很多人就会意识到它的方便 新冠后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 而且当人数足够多了 就会产生一种效应叫做Network Effect 网络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当人数达到一定水平以后 他们会自然推广给身边的朋友们 使用的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所以对于医疗资源非常紧张的欧美国家来说 Teladoc一定会成为他们的主流 最后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 现在的股价在197美元快到200了 如果想要买入 等到它回调到188美元的上下 将会是最好的买入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200天SMA支撑点 或者如果它没有出现回调 那另一种方式就是等到它开涨突破50天的SMA206的价位 如果能带着很大的交易量突破这个关键的阻力点 那会形成一个很强的上涨趋势 所以等到它突破以后再追高也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投资组合的情况来做出判断 第二家公司是Dropbox代码DBX Dropbox的服务主要是提供线上存储 通过云计算实现互联网文件同步 用户可以存储并且共享文件和文件夹 在云储存领域中也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包括谷歌公司的Google Drive 微软的OneDrive和亚马逊公司的AWS 所以非常的激烈 Dropbox目前采用的是免费增值模式盈利 超过9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个人用户购买订阅 免费用户它会给你提供2GB的一个存储容量 如果你想要扩大容量 那就需要付一个费用 目前Dropbox有超过6亿的注册用户 并且有超过4000亿的内容存储总数 同时它也是最快突破10亿美元营收的SaaS公司 早在2017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 现在收入已经逼近20亿美元 过去几年都维持20%左右的增长 很显然刚才我们说过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但是Dropbox有它独特的优势 就是一个中立的平台 因为像微软和谷歌这种平台 他们都通过集成和捆绑 试图把用户锁在自己的应用程序生态中 但Dropbox完全相反 无论是任何一个环节 他们都努力的做得更加的开放 帮助用户可以对接其他任何的软件 所以给用户整体的感觉 就是一个更加包容的平台 比如说Dropbox与多个重要的合作商 都搭建了协作方式 包括刚刚被Salesforce收入囊中的Slack 说到Salesforce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在Dropbox刚刚上市的时候 Salesforce就认购了价值1亿美元的股票 虽然占比很少 只有整体的5%以下 但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Salesforce它的CRM系统 被世界500强公司广泛的使用 和这些公司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入的合作关系 那这些企业用户自然就会需要 大量的云存储服务 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附加服务 所以Dropbox完全有可能 与Salesforce进行更加深度的合作 对他们的用户进行交叉销售 如果这种合作发生 那对于Dropbox用户增长 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利好 而且鉴于Salesforce刚刚斥资280亿美元 收购了Slack 那未来也不能排除Salesforce 直接买下Dropbox 在云存储行业中 与谷歌微软直接抗衡 这个概率我相信还是有的 毕竟已经有过投资 而且Dropbox目前的市值还不到100亿 跟Slack比起来是相当的便宜 而且即便收购不发生 Dropbox继续独立运营 那公司也是非常的健康 它的经常性收入接近百分之百 这就意味着用户几乎从来不会取消他们的服务 这一点就确保了长期收入的可预见性 每年新拉来的客户都会使收入增长加速 同时长期来讲 大规模的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也会使云存储成为一个刚需 整个行业出现更加快速的增长 那对于Dropbox也是一个好消息 目前Dropbox的股价是20美元 刚好是在它20天SMA的上下 所以这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阻力点 如果成功带量突破 那我们完全就可以买入了 但是如果未能突破开始出现回调 那我们就要等到大概19美元的上下再进行考虑 而且还有一点是最近我看到有很多的YouTuber 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在推这只股票 所以大量散户的涌入也有可能推动股价的未来上涨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阿里巴巴 基本面就不用细说了 它的核心电商业务 可以说是在中国垄断性的存在 而且还有其他行业的布局 阿里云近些年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顺利 这种巨头公司和亚马逊一样 任何回调都会是买入的好机会 长期持有就可以了 但是我也要提醒朋友们 对比刚才那两只股票 阿里巴巴它上涨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短期有一些风险导致上涨困难 第一个风险是美国限制中概股的问题 当然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我相信不会受影响的 它的财报审计各方面都是非常严谨正规的 但短期内肯定会因为这个消息 股价陷入低迷 而且如果拜登顺利上任以后 这对中美关系也会是一个缓和 可能对中概股的要求也会有所降低 今天刚刚出来一则消息 说美国正在考虑释放孟晚舟 所以中美关系不一定会变得特别好 但是在贸易财经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善 那这对于阿里巴巴长期来讲都会是一个利好 第二个短期困扰阿里巴巴的 就是蚂蚁金服的问题 之前我看到报道称 大概率蚂蚁的IPO会被推到2022年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等待被解决 这其实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对这些科技巨头 有可能加强监管 但我认为这会是一个短期的影响 毕竟阿里巴巴它完全牵动着全中国的消费增长 而中国的经济在最近几年也在一个转型中 从依靠出口到拉动内需 而在这个过程中阿里巴巴具有着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相信政府是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打压阿里巴巴的 但是无论如何短期内这样的头条新闻也会使阿里巴巴的股票陷入一波调整 所以对于阿里巴巴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从走势也可以看一下 它下一个阻力是在286美元的位置 所以如果现在买入还可以跟着小涨一波 但还是要说对于基本面如此优秀的股票 长期持有就好了 我们完全不必过分的计较现在买入的价格 如果您看到视频的最后了 那您一定是非常忠实的支持者了 感谢您的支持 也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三只股票中您最看好哪一只 同时也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提示的小铃铛打开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我在周末即将发布的 Airbnb和Roblox的IPO视频 今天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